各位介绍说明一个观念 就是两两一组 力跟加速度一组 速度跟位移一组 什么叫做一组 一组的意思就是 两个同时存在 同时消失 同时方向一样 有力就有加速度 有加速度就有力 有速度就有位移 有位移就有速度 但是如果没有加速度 就表示没有受力 没有位移就表示没有速度 所以一组的意思就是 两个同时存在 同时消失 而且方向一样 好了有一组A组 叫做力和加速度 有一组叫B组 速度跟位移 一组是说同时存在 同时消失方向一样 那么不同组之间呢 不同组之间没有说 一定要有A就有B 有B就有A 没有这件事 但他们可能会互相的影响 会有互相交互的影响 我们可能会有力 可是没有速度 有力可是没有速度 比如这个长考这一题啊 东西垂直上抛到最高点 那一瞬间 静止 没有速度 但是仍然受到重力的影响 还是有重力加速度 所以下一个瞬间它就往下掉了 所以这个瞬间 有力 但是没有速度 也可以反过来 有速度可是没有受力 这很简单 牛顿一 等速度运动 牛顿一 物体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 静者横静 动者横坐 等速率直线运动 所以这个叫做有速度 但是不受力 所以有A组不一定有B组 有B组不一定有A组 那两组之间没有什么 要有A就有B 没这回事 可是它会有一些作用跟影响 好了 我们讲方向 刚才讲同一组的方向要一样 那不同组呢 不同组方向当然可能不一样 那我们前面教过这件事了 我们前面教过 加速度如果跟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怎样 快 会增加 那加速度如果跟速度反方向呢 速度就会越来越慢 这是简单而重要的观念 简单而重要的观念 还有一个情况 我们是有讲过 国中基本上不会碰到 叫做加速度跟速度垂直 这个时候不改变原来的 速度的大小 但是会改变方向 我们国中因为教的叫做直线运动 不会转弯 所以不会改变方向 只有在一个地方会碰到它 我们后面教圆周运动的时候 有所谓的向心力 这个向心力就会跟我的顺时速度垂直 然后它就会改变方向 所以很简单告诉你 加速度跟力是一组 速度跟位移是一组 一组的意思就是 有A就有B 有B就有A 同时存在 同时消失 同时方向 一样 而不同组之间 没有这种关系 可以有力 没有 速度 可以有速度 可是不受力 然后方向的关系 就现在所显示的 显示的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 学习的重点 OK 谢谢